桂花 肉桂 桂圆 桂枝 桂子背的它们是亲近吗 这个不就是那个桂皮吗 我感觉我吃肉的时候绝对有它 厨房调味品肉桂却是百药之掌 睡觉是睡不着 睡到以后会多梦 尤其女性容易焦虑这种失眠 是特别不错 中药肉桂是天然胰岛素 肉桂当中有一种成分 对酱水糖非常有效 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新年新气象 天福 天健康 欢迎大家收看健康朋友圈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白杨 欢迎我们的陪准团 可爱的阿智和小鱼 大家好 我是阿智 大家好 我是小鱼 小白 我们可想死你了 想死我了 是不是 我今天终于来了 我特别了解小白 你看他大老远了 他终于回来了 他这个人他就不是那空手的人 肯定得带点东西 这福袋肯定得拎得杠杠尘 那今天呢 这个福袋 它的任务是什么呢 是不是期待呀 我更期待就是这个福袋里面的奖品 听说中奖率贼高 印证完毕了 你们两个简直就是小财迷一个 不过啊 话说回来 还真的是让小鱼给说对了 中奖率贼高 这是珍珍的啊 今天呢 将有50位幸运观众 能够获得我们的福袋 登登 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今天的福袋就是no 我面前这个来自北方频道 独家定制的台礼 大家看看 上面还有我的美照呢 包邮到您家 参与起来真的是非常的简单 由我呢 来发布我们福袋的口令 大家获得这个口令以后 打击电话就可以免费获得了 哎呀 你说这么多 你什么时候发布口令啊 就是啊 哎呀 别着急啊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啊 将在五分钟之后 从呢 现在我们开始计时 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只要不转台 福利天天来 嗯 没错 新年新气象啊 健康咱不能忘了 今天呢 跟大家介绍一款 药食同源的食材 哎 药食同源的食材 嗯 那也太多了 比如说 核桃啊 大枣啊 黑芝麻呀 我天天都吃 嗯 你说这些啊 我也知道 不过啊 今天这款 药食同源的食材呢 哎 脑就在你们面前 不过我得考考你们俩 看看啊 你们俩知不知道 先让你们俩来闻一闻 来 戴上眼罩 哎呀 你俩先闻吧 闻完了才告诉我是什么啊 分别来闻一闻 好像是有的时候菜里边 或者一些饭店的菜 特别香的时候会有这个味儿 比这个要浓 我感觉我吃肉的时候 绝对有它 哎 我觉得好像炒瓜子 那有时候瓜子 吃皮儿的时候会有这个味儿 你俩就是特别想念吃啊 别着急 我把这个食材 给你俩交换一下 再闻一闻 一共两种 对 两种 啊 这个好像是炖肉的时候 有这个味儿 哎 这俩味儿好像不那么相同 但又很相同 嗯 那你们俩到底 有没有正确的答案了呢 这还真说不上来 这样啊 这样你们俩别着急 我数三二一 你们俩摘一下眼罩 把刚才你们俩闻到的两种食材 都给大家说出来 来 三 二 一 开始 哎呀 第一种是什么呀 这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对 让我放那个 陌生又熟悉 你看啊 这第一个 你看 像这个 这种形状的 这个不就是那个桂皮吗 对 对 就是 就是肉 我们经常放这个是不是 对 是 不过你看说到现在 其实我也挺纳闷的 这第二个 这个像树皮的 这是什么呢 这可能不同的树呗 对 你看这个千年老树 你看这也就新树 年轻树 老树 你们俩别暴露缺点了 行不行 都不知道 就在这猜闷了 到底他们俩人说的对不对 还请我们今天的这位大咖 来帮您揭晓答案 让我们掌声有请 良宁中亚大学附属医院 感染科卢炳酒医生 让我们掌声欢迎 吴老师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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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辽宁中亚大学附属医院的 感染科主任 卢炳酒医生 卢炳酒 我是中导师 辽宁省民中匹 辽宁中药大学附属医院 专家民诊 中华中药学会 肝胆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辽宁省中药学会 感染病肝病学会主任委员 辽宁省中药学会 消化系统分会副主任委员 欢迎卢老师 卢老师 您好 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来做客 那刚才呢 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啊 他们两人已经回答出了这个答案了 到底对不对呢 还是请您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两者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都是什么呢 那上海人当中呢 其实多处就是有这个桂树的这个影子 比如有两个常见的方子 一个叫桂枝汤 它的主成就是叫桂枣草姜枣 那这个还有一个麻黄汤 它是一个麻桂杏草 那实际上都有这个桂的影子 那么到底它是什么桂呢 这个真是烤着我们仨了是不是 你看 同样都出自这个方子里面都有一个桂字 是桂什么呢 桂花 桂皮 你俩觉得是什么呢 桂栏 桂圆 那到底是什么呢 还是让我们的卢老师给大家来揭晓一下吧 桂栏论第一篇叫太阳病篇当中出现的 那太阳病是什么 我们主要感冒 外感风寒 所以说它这里边这个桂一定是桂枝 为什么呢 这个桂树当中这个桂皮 它是一个温补肾养为主的 那么桂枝是什么 桂枝是一个温精通脉善汗为主 所以这个桂栏这个外感风寒 它需要通过这个桂枝去发散风寒 那么另一个麻黄汤 它是一个麻桂杏草 那麻黄配桂枝它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发汗 通过这个温阳发汗通脉这种 使其中人体内这个风寒之血给它取出提外 就这么个道理